哈喽 观众们大家好哈萨克斯尤拉有官方正文解说桥子大家看的是10月16日的首牌基金解说 那这里第一首牌话不多说 00的88选择在罗杰克开池 大壮的A圈同色这里没有做三败啊 嗯 虽然这里相对于0021它是有位置哦 这里第一人在装位用一个A6杂色选择三败啊 3Coin的99在枪口位比较差的位置啊 所以99选择先去call这个三败 冷call三败 怎么说呢 其实是感觉这里A圈现在又陷入一个很尴尬的情境 自己又是在一个没位置情况去玩了个多人底持 因为他8899这种牌其实你说抽不到拉倒就算了 翻牌242目前99是好牌啊 99过牌 00的88选择在这个面进行一个dunk 00的88选择在这个面进行一个dunk 怎么想的这个地方你88dunk了以后如果Delan胆子大一点 直接给你来手加注就很难受了 现在这里A圈又是很陷入一个很奇怪的境地 翻前这里没有动作翻后面了这个面其实你说价格上自己去float一枪行不行也行对吧两高带后门花 这里A6也不搞那毕竟多人底持觉得也没必要了 99怎么办 考了我后应了 这是一个超说硬但零零好像不是很信任啊 33k in there 双方跑一次 你说转牌一张圈难受不 哦合牌一张8 哇 啊 这 随便可以说that's poker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 鲁达70方片三败 0045黑桃先去尻这个三败那Delan的枪口勾勾呢 我觉得他这个后手量四败打光吧军球一个 鲁达这里70同色要去尻4败底池吗 好勉强呀 好费劲啊我说实话 00的45黑桃现在的赔率还不错 自己在最好的位置上 往正常来说自己这个45黑桃其实也是不该玩这个失败底池的 但现在就 很尴尬了 难说 三人的四败底池 这又谁能想得到呢 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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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意思啊 那Delan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 他自己 这几时不要建立成了 零零这个牌走不了了 众略买花 自己一个400底池能 这个45黑桃能在400底池面看到这种东西可太好了 已经 出路非常的多啊 你看可以看到这里零零的胜率甚至略微领先一些Delan 转牌一张9 我合牌第一次用的是5 那对于Delan而言第二次依旧是有茫茫多的奥斯因为第一次只用了一张5非常的伤啊 哦好消息是第二次用一张2那现在对于4是没有用了OK顶住了分钱 我其实这个发两次对于Delan而言还挺致命的 尤其是第一次被对手拿下了以后啊 这个第二次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BGM的A9杂色率先一枪先顶住 大壮圈7红色不甘人后 然后前面还有个60也混进来了 翻后AA圈 那 00 很尴尬 300 300靠300甚至圈都在靠 转 转牌他现在这00对于002他当然输VK和A圈啊但是他现在跟所有的A都是分钱除了AK圈以外 而且这一大壮甚至还在买一个花啊甚至他是已经买死牌了 00觉得 这随便call call嘛 好所有人都call下来以后呢合牌发张花大壮该怎么办呢何去何从啊 狗 说实话这张狗可能救了你 他现在会觉得对手手里的 就是AKA圈A狗 都中了嘛对吧都中了 只要MACX3能开出箱 自己这个A9其实就说白了 是个分钱牌力而且对手的圈圈KK勾勾也反超他了 殊不知他其实很早就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合牌这里一机上中注00没有想太多直接负牌 这个地方是好负啊不用纠结了 A9甚至是啥用没有 MACXAK轻松拿下 合牌感觉不是这张勾 合牌感觉不是这张勾 MACX这个5000的尺路打出来00是要call的 22起注 大壮的K9 露大垃圾牌三半 单挑 哎呦 我翻后有二耶 00 flops the set flops一个底赛 前卫过牌 露大选择在这个面去 极化自己的范围 5600底时 选择下注4000 去讲自己在这里有更多的超队的故事 整体的面这里很干嘛 那00我觉得这里 露大的后手是25000 可以去蹲一枪 可以去蹲一枪 这手在这还是会有一些全范围的下注啊 很多两高 不是很 不是很紧张吧 尻尻就好我觉得 露大其实被call一下他心里也有数 哎呦这个转牌 现在露大出有有出路了他现在有一个 呃 两头听顺 前卫继续过牌这里其实就是吃了一个位置的亏啊 哎 露大这里如果很 就是简单一点他自己是可以过度合牌的 他是可以check的 因为自己毕竟还是有出路的吗 这一打一枪我觉得00可能就要考虑直接跟露大去跑马了 打了一个8000 那 后手17000的情况下 00应该是要跟他跑马了 这里不能再call了吧 露大 淡淡的说一句有点上头 跑了 发一次 两头顺打赛 这里 这个跑马 露大要是能翻盘 只能说也是运气很好了 露大这里还吹牛逼啊 说自己是个酒沟啊 实际上他是有了 有奥子的 一张五 也没啥好说的吧 你玩这种排骑就要付出代价也没办法 帝人翻前的一个开池翻后击中两队啊 麦克 有一个中队后门花顺 00卡顺 00有位置卡顺去下注啊 哦我觉得这里的A2两队是可以去做加注的 也没有 选择去藏一枪 嗯 嗯 自己由于对这里的后卫没有位置 所以其实有点小尬 那现在转排 麦克克斯是中队买花 自己的一枪被两个对手跟住 自己大概也不会打了这个卡顺 就看合牌能不能中了 呃 东边不中西边中吧 麦克克斯 成功过渡到一个后门花 敌人在合牌垂出来了 其实这个合牌垂出来反而感觉不好呀 这个多人底池 对手还能有石勾还有可以比A2更大的两队 翻牌圈上两个人都跟住 因为第一枪00打的其实也是比较轻的嘛 转牌又没动 合牌这里自己主动去造底池 尤其打了一个满池的尺度以后 挺尴尬的呀 麦克克斯手握那次啊 看有人还在我前面捶满池 那只能把你放石勾上了呀 只能放你是顺子了呗 或者说更小的红花 只能只能去找大价值了 因为他显示出来的牌力不是小价值的牌力 是大价值的牌力 我有一一罗 一罗筹码 你怎么办 麦克克斯直接打打出了自己后手一半 靠下来看到对手一手那次 我真感觉这里的A2 翻牌上做一个check race挺好的呀 零零在那里打那么轻 他有好多牌是float的呀 因为还有位置 大壮的AA 迪伦勾圈砸色 卢打圈九砸色 翻后 然后三六九 路打有一个顶队 AA下注 顶队跟注 转排张五 好像是挺干净的啊 你要硬说这七八道顺也不是不能讲 但这里会让对手所有的八九跟七九多支付一次 大壮下注如打跟注 合牌呢 一张四 现在是单七沉顺 大壮后手一万 打了一千 后手留了个九千 那这里路打应该想办法了吧 但讲到里路打这个顶队 好 把顶队变成bluff 这个bluff还可以吧 我觉得挺好 这里路打有很多的两队的范围 这个合牌的一千我感觉打了还不如不打 输什么会输七九 会输 这里所有的五六 对吧 然后 可能还有一些四五这里也输了 把后门后门变成两队了吗 输大量的听牌转成两队的牌 自己能赢的牌大概是一手八九 那被打掉了 这一盒牌这个一千吃到加注真的很尴尬 感觉还不如去过牌看对手去表演 看情况去抓呢 这个面对A已经发得越来越不友好 低伦的AK 0055大壮勾九杂色 这个地方 这种 准备 为什么 没关系 好 比较 但 就是二大的这种比你55大的队子也都能尻住你 没什么压力 合牌是这么空降的是吧 所以哈斯尔永远要在哈斯尔Casino永远可以相信55这手牌是吧 这里Dillon过牌 那零零只能去找一些保驾值吧 只能 诶 哦Dillon想去抓 哦 哦 我这里有一点点有意思哦我感觉 他这里就是觉得零零 纯操作他吗 这是啥 K8红桃Brandon Dillon的三五方片的开持Victor加二位置勾勾 加二位置勾勾 应该是OK的 那Luda这里一手AK同色啊 非常漂亮 Victor后手16000 Luda后手很深 可能要跑了 感觉要跑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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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直接跑吧 不整一些花里胡哨有的没的了 认真说 自己没位置 自己没位置这里勾勾会被对手很多排四半 尻进去见到帽子都是难受的 见不到帽子也很尴尬 翻牌467 很好的面啊 对于勾勾 自己的后手 自己的后手是一个底池多一些 主要是Luda的形象比较差 感觉自己这个勾勾很有可能是领先Luda的这个失败范围的 你说换个别人啊 我感觉这个勾勾就不是这么个事 那你call了呀 只能call了呀感觉 没有退路啊 好牵让啊 都说你来你来你来发几次你来 你定你定 发两次 转牌一张三 很安全 合牌一张四很安全第一次拿下 转牌一张二很安全 合牌一张十非常安全 狗狗两次全部拿下 其实这里你说翻前去all in 和翻后看这个面没区别的 如果你选择这样打Luda的A这里推你你也要接 KK要接 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的选择吧至少 Mike X的K勾同色一个三B Viktor A3和Dillon的90杂色都call下来 哎呦翻后 哇 大坏 大坏啊 ViktorA3直接中那次 Mike X顶两队90卡顺 其实是两头摇了 但是 区别不大了 你说这里发个7给他又能怎么地呢 Mike X一枪 三分之一很标准 Mike X的K勾同色一枪 Dillon与开枪 谢谢 Dillon 他不会赢得到这一枪 但是他 Dillon 硬顶一枪 自己这个90杂色不带任何黑桃在这个面上真的不太适合去买啊我觉得 你 呃 你买到的 能怎么样呢 说白了 转牌出现了一个攻队 呃 对于Mike X的人其实好消息 因为他现在 不知道如果自己发8 合牌再掉张8还有机会好吧 现在还有出路 可以慢下来吗 这样攻队让所有人 天花面代攻队 Dillon 现在这个顺子 买的只能说愈发的尴尬 愈发的诡异 还是一枪吗 Dillon肯定不会买 那刷这里也不会走啊 转牌这枪打的也算比较谨慎啊 Mike X下的是一个三分之一小柱 Viktor就尴尬就完事儿了呗 合牌一张7 白牌 Dillon肯定觉得L重啊 但其实不如不重啊 他应该知道自己A3黑桃是大的吧 我过牌了没位置还是过给了Mike X 这里的K钩 这里的K钩真的会有三条街价值吗 说实话 如果对手是一张单张黑桃的A的买牌 那合牌这里自己不管打多少 如果对手没对子大概率会Full 如果对手是手花蹲到现在自己打打一枪出去这里就是 找钢板的行为 自己又block了一张K那对手能是啥呢 这里Viktor也没没没搞 他也懒得在用自己的纳斯花去拧了 直接就call down了 我其实觉得K钩这里不会有三条街的价值 就是你下入两条街是没有问题的 但不太会有第三条街的价值 对手能用什么牌去call你的第三条街 就要么你会陷入自己一个抓机很难受的场景 要么 对手大概率比你大 一个多人的open地池 露打58同色进去直接买花 00A10杂色的卡顺 Delen顶对没踢脚 这就是K3这种牌啊 比较弱的点 就你要么 能翻前action出去吧 但是在线下距离到底有多少能 有多少人能把K3这种牌玩起来也是一个疑惑 露打直接拧 A10杂色 不敢不尬呀 没黑头 也不信 反正你是露打你打出来牌我都不信 001call自己的K3是不是就算了呀 Delen Delen Delen一看自己的K3拉倒呗 整排一张9 哎呦 这个9还挺好玩的吧 这个9 Ru打多一个卡顺 001也多一个卡顺 变成现在两头摇顺 翻牌圈由于露打做了动作 00的A10 可能一定程度上感知自己是落后的 对手会做动作牌是什么呢 78黑桃 呃 90黑桃 就是其实大概就是那种 如果是这种 半听牌的加注就是 众队买花或者说花生双抽的概念嘛 那转排这张9是有些关系的 如果是陈牌那可以勾两队 K7勾7这种牌 因为在露打手里什么都有可能 也都是合理的 自己现在包手落后的可能在00的视野里 现在比较尴尬的是如果自己选择call的这个转牌合牌没买到该怎么办呀 合牌没买到露打不停枪 自己一点开牌都没有相当于转牌白负 怎么说 要不就拉老 我这想法倒是没未曾设想的道路啊 这个确实是未曾设想的道路我不得不说 还有这种招数吗 这里 你想表演自 那灵灵只能给对手讲自己是否赛特的故事了 灵灵甚至不知道自己的A10在这里是领先的 合牌一张8单10陈顺 但露打也不会觉得这张8能开牌的呀 露打不会觉得自己这张8能开牌吧 对手这么拧 灵灵甚至不知道其实他转牌拧的时候本来就领先了 这很抽象 现在就要想下注尺度了 自己既不阻拦对手的赛特又不阻拦对手的两队 找一个大价值去付吗 唯一担心的东西是对手的拳10 第154000 两个人有效后手基本上是一样的 差个1000多块钱 差个一两千 找多少 找个三四万 感觉就够了吧 超持对手有支付的可能性吧 薄价值 是 啊没有 三万啊 差不多就是一个三万 60% 就找这种价值 我刚听成他说打一个13000 我说那不太薄了吗 很贵的 这个8没有开牌能力呀 我说实话 露拉 很难想象就是其实零零在转牌上是个听牌啊 你现在赢的牌是啥呢 赢的牌是对手买圈花的密斯吗 感觉要不信了吧 对手是一个赛的或者两队的故事是可以信的呀 好疯虽然不是很艰难但是我觉得路大其实桑胖这里是有一些想抓的 他虽然可能知道自己没有开牌架势他不是很相信灵灵的样子 圈九黑桃的开 你这儿K5同色24黑桃68杂色全混进来四人欧本天花 这00什么情况圈九黑桃又直接给麦克X这首24黑桃逮捕了呀完蛋了呀 哇这里花壮花的同时这麦克X还有个通话车两头摇 这顶顶不住了呀 这怎么玩啊 后里蟹啊 打光了呀麦克X这16000的后手 我尽了一枪啊 那又又如何呢 转排一张勾 在麦克X视野里面他会觉得00在翻牌圈上下注去尽自己加注很像一张勾继续找对手所有单勾的价值 你现在变三条了我也无所谓 抵持7000来一枪就套 甚至自己在可以在这里直接一个超超硬都无所谓 这怎么整啊 尴尬呀 哦麦克X有33000的后手啊 那还是另一个故事啊 他如果不是13000的后手还是33000的后手那还能 有一些机会啊 虽然也机会渺茫吧我说什么 转排锤一个满池00一看 我圈花还被捶满池啊 靠下来呗 对手最强的有就是落后自己 但同时有反超机会最强一手牌叫做K勾黑桃或者A勾 就是带一张黑桃K或者黑桃A 好 好 好 麦克X应该是被救了吧 散不散被救了我觉得 哦 00也过牌了 真的是救了他 真是救了他 不是这张合牌的黑桃K 我感觉麦克X半截生子已经在黄土里了 出大事了 真是出大事了 露打AK同色的3B 00的狗狗 怎么老是你们两个呀 后手又是一样的数量 经典四败 感觉这一期激进就是为你们两个而设的呀 整里面两个单挑激进不挺好 嗯 装位的4BAT其实对于AK同色而言 是Cutoff位置5BAT回去的顶端排力啊 也是可以call的 取决于你会觉得对方有多少在这里有4BAT BLUFF的频率吧 那勾勾去玩一个5BAT抵持 双方的后手比较深 能接受吗这个勾勾 往常来说自己的勾勾遇到5BAT是要负牌的 但后手量这么深的情况下可就不好说了 而且露打的5BAT做的非常的大 自己的4BAT打到了一个7500 但露打的5BAT做出来是个28000 接近29000 接近29000 也就是说这手牌你call进去了以后 大概率是一个两枪底持 所以我觉得的这些确定有没有 是前面的 стало过三枪内 多语打的类似 整个整理答案 对ö伟的类似 5BAT 5BAT 中央 大 中央 要尻尾吗 嗯 5bat 底持单挑 勾勾 有点尴尬 这5bat的底持TNA和3bat的底持TNA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甚至录大可以在这里过牌 他甚至可以在这里过牌 但是由于自己这个5bat打出来几乎是没有比KK 比KK更弱的牌力的 就是他这里只有近乎只有KK AA和AK这三手牌 所以剑A他是必然下入的 不纠结 狗狗直接Fall 讲道理 虽然你直播上是可以回看他到底是什么 但是你线下直接去桌子上拿对手的牌看 这个行为是确实不好 我不能不说确实不好 陆达跟大壮又撞一手 好消息大壮后手很少 坏消息后手很少也有一万一 陆达 直接做家住了也不跟你等了 大壮一看发车呗 忍一枪发车还是直接发车呀 忍一枪 期待于把Dylan再掉进来 难度也太大了吧 Dylan能一个加住一个call加住的 能把这个实框进来的难度也太高了呀 准备一张白 来 那来了呗 没啥好说的嘞 结束了 合牌迎接一个all in 陆达的踢脚是真小啊 他可能会担心一些比他更大踢脚 合牌的过牌 但底持失控了呀 那面对一个大壮不到一个底持的all in 陆达的三条会fall吗 我不知道会不会fall啊 三千 没什么办法 这个价格没什么办法 没有区别了 只能说大壮这里运气比较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